她出生于1979年12月6日,出生于中国重庆市,中国内地女演员,出演都市生活喜剧《我为儿孙当北漂》,在剧中饰演北漂夫妻四川姑娘姐贝雷,出演三笔半醉悬疑电影《警察故事》2013。 在剧中饰演京城著名妈妈桑兰兰,出演临时演员,与热依扎,郑凯等合作,她就是樱桃,出道后一向保持林飞闻的樱桃,却在2011年被网友榨出前夫入狱六年的消息,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,她却非常淡定,离婚后,有故事放话,愿每月给樱桃五百万, 对樱桃展开了热烈追求,因为之前出演过不少影视剧,樱桃自然也是身家不菲的,不仅住的是百万豪宅,出门更是好车相伴。 如今38岁的樱桃出席活动时,依然还是那么的美丽,岁月似乎在她身上平革,她越活越年轻,逆龄生长,伴如少女,樱桃身穿一袭白色礼裙,群身的刺绣为她带来英致的感,叫,飘音的称得她心气飘飘, 仿佛坠入房间的仙子,没得让人一步开眼,樱桃用宽松针之衫夹半身去做搭配,头饰的面料若隐若现的透出细腻紧致的气肤,露出大片纯光,小秀性感,绿罗的短发更是凸显出她精致的脸庞,灵气十足。 小秀性感,绿网坡,小秀性感,绿网坡